收到朋友online传来试播新开办门号讯息千万小心 有民众收到这样的讯息 以为是帮朋友一个忙 拨了0809开头的电话 电话拨通进入语音就断线 结果中了诈骗集团的招 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韩志仙表示 拍卖网站为了杜绝假卖家诈骗 特别用手机门号申请账号的认证措施 申请人要打0809门号认证 诈骗集团就盗取民众账号客资 洋装朋友申办门号请求试播 按照指示拨打的人 这下子就成了诈骗集团的人头 歹徒他就是用您的手机门号 去申请这个拍卖的账号 那只要您拨通了 就等于认证了您有申请这个账号 诈骗集团 他就用您的这个账号去行骗 那最后警方在这个巡线追查的时候 是追查到您的手机 也可以让这个假卖家来规避刑则 刑事局表示 光这个月份就收到155件假卖家的诈骗案 警方根据线索查到的都是手机门号持有人 诈骗集团反而逍遥法外 也提醒民众 点选讯息或连结 最好亲自向朋友求证 避免被骗 金广记者吕明松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